台湾疫情出现校正回归的数据 其实校正回归也不是台湾发明的校正 是指数值校正之后回归到正确的曲线上 而美国、日本、各个国家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也有出现裁剪赶不上的状况 也曾经把确诊个案回溯到过去 比方说像是德国 主要是用过去7天的趋势来研判疫情 并且当作政策的依据 每天新增确诊的数字只是参考指标 德国全国防疫主管机关 也就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他们从去年2月疫情爆发以来 每天公布新增的确诊数字 不过都会强调这是地方卫生单位 前一天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数字 由于行政作业 还有核酸检测PCR以及研判都需要时间 再加上周末不上班 地方医疗院所获得到的这个确诊案例 可能是在好几天前就已经感染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时间差 以及资讯不同步的问题 因此随着疫情扩大的关系 德国去年5月开始改用 以过去7天的趋势作为判读疫情的标准 这里指的是过去7天 每10万人口的新增确诊人数 而且采用的是地方卫生单位登记 而不是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数字 这个所谓的7天发病率从此以后就成了 德国媒体报道疫情的重点 以及政府推动防疫措施的一个根据 去年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7天发病率也只有各位数字 到了年底的时候 冬天第二波疫情期间就飙高到了200 少数地区甚至超过300 现在德国每天新增的确诊数字还有7000人 但是7天发病率却降到了70以下 和4月最高的时候的160相比 疫情是显著的缓和许多 因此德国全国的餐厅还有商店和旅馆 在关闭几个月之后 最近都将陆续开放 另外也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当局 在今年2月的时候 因为整合和省会多伦多市的一个数据系统 结果单日确诊一下暴增到将近2000个病例 当中也包含了大约300个高估的案例 安大略省卫生厅长在2月1号就说 因为多伦多的公共卫生部门的资料 转移到省级的数据系统 因此造成多伦多的公共卫生部门 当天多报了确诊数 也导致了安大略省每天的确诊数字 被高估达到了1969例 就是刚刚说的将近2000例 由于数据收集的问题 因此多伦多公共卫生部门 在1月30号就多报了 大约300件额外的确诊案例 这当然也影响到了安大略省 整个总体的确诊案件数 而BBC有报道过 去年8月的时候 英国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苏格兰每天都有2万笔以上的检体 需要判读根本完全来不及 这也是造成这个通报上面的困难 而NHK也有报道过 去年5月疫情初期的时候 日本曾经因为通报系统的问题 也遗漏过不少确诊个案 既然时间差没有办法避免 那怎么判断数据就变得很重要 因此美国大西洋杂志就有两名记者 他们就发起了这个COVID的追踪计划 还召集了一群志工成立了网络平台 持续来追踪全美国疫情的数据 同时进行分析 如果有去看他们的网站 可以发现一个点就是 针对时间差的问题 他们有几个想法 就是只要延迟的时间是一致的 确诊曲线图还是有参考价值 除了每天的这个确诊数之外 也可以公布7到14天之内 确诊的平均数 或者是直接用裁剪日作为基准 不用确诊日或者是呢 看每天裁剪的阳性率来 作为大流行的判断 以及每天进行数据的滚动式修正 意大利疫苗施打作业计划 宣布跨越3000万剂的门槛 意大利政府的数据显示 意大利现在超过985万人 也就是将近1000万人 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代表着这个人口大约6000万人的国家 有16.6%的民众得到完整保护 而且现在施打的疫苗对象当中呢 有大约三分之二是60岁以上的年长者 而去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呢 意大利就成为欧洲重灾区 到现在12万5000多人染疫死亡 是欧洲第二高仅次于第一的英国128000人死亡数 但今年4月26号以来 意大利就逐步的来松绑几个月以来的防疫措施 包含了酒吧和餐厅 现在都可以在室外空间来服务 最新数据也看得出来好转的趋势 而且卫生单位通报 他们境内过去24个小时 新增125人死亡已经是不到一个月之前的三分之一 美国将近一个星期以来 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率呢 现在降到3万例以下 因此美国CDC主任瓦伦斯基就说 从去年6月18号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过去一个星期 单日死亡数也减少到552人 也是从去年7月之后以来的新低 因此专家就认为说 这个都是疫苗接种的功劳 美国现在有超过六成的成年人 接种至少一剂的疫苗了 因此呢 韩联社报导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南韩三星的集团 他们有这个三星生物制剂 和美国莫德纳在华府签署了协议 莫德纳呢 将会委托三星生物制剂 在南韩生产莫德纳疫苗 而莫德纳声明还说 双方签订这个制造服务 还有供应的协议呢 三星生物制剂呢 将会负责莫德纳疫苗的 大规模填装 还有完成阶段生产 根据协议的内容 双方会立刻在三星的 人穿厂进行技术转移 利用先进的无菌填装 还有贴标签 以及包装生产线 来支援生产几亿剂的疫苗 而且从今年第三季开始 就可以供应美国以外的市场 而现在人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呢 也有出席签约仪式 因此青马台说 这项协议有助于莫德纳疫苗 在南韩的供应可以稳定 而且南韩也已经向莫德纳采购了 四千万剂的疫苗 而文在寅呢 其实呢 也在这个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高峰会上面呢 有说同意建立全球疫苗伙伴关系 因此南韩政府的目标是要将南韩 接下来要打造成全球疫苗生产中心 接下来看了一个是现场最新画面 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 尼拉贡格火山呢 当地时间22号晚间喷发了 也使得邻近城市国马 现在出现大批居民金黄的逃难潮 他们呢 这个现场的夜空呢 完全是被火山喷发 染成了火红一片 那因为这座火山上次喷发呢 是在2002年的时候 当时造成几百人死亡 而且机场跑道还被岩浆覆盖 还有超过十万人是无家可归 那一次的大破坏经验 加深了这次民众的大恐慌 因此呢 在当地政府启动撤离计划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大批民众收拾物品赶快逃离家园 部分民众甚至逃往东部 和卢旺达接壤的边境地带 因此卢旺达当局说 现在已经超过三千人 从刚果直接越过边境 进入卢旺达了 而且现在这个国马 当地地质学家说 现在火山流出的岩浆 有可能流向国马 岩浆流动的路径呢 很像是当年2002年的状况 未来可能会停止 也有可能会继续流动 这方面现在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你想知道最大位的国际实施分析 以及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间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谢谢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